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琳,我是琼哥 一个赞助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最近看一部非常有意思的韩国电影《超感觉情侣》 说真的,小时候无数次梦想过自己能有超能力 正如这部影片的男主天生能够懂懂别人的想法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开挂的人生 然而男主却越长大越孤独 甚至害怕身处于人群中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每个靠近他的人,他都能够立刻看透对方 遇上美女大圣,他立刻能够看到对方别有所图 久而久之,男主根本没法与人相处 这一天,男主独自去看画长 突然一声救命,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转身,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身边的学生妹 将男主吓了一跳 可当男主静下来却发现自己竟然无法读到学生妹的想法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只能赶紧离开 目瞪的男主一路来到了小公园 瞧的是,警方此时正在部署逮捕前来拿赎金的绑架放 他们先是让受害方将装满赎金的皮箱丢入到指定的垃圾箱 然后在垃圾箱附近配备了许多的殡仪警察 准备来个问中坐边 警长为了确保万维医生还特意让主员把垃圾扔到餐椅上 以免路人接近 可没想到,男主不仅清理了垃圾 还这样一致擦了一遍,然后坐下 就在这时,又一声救命传来 男主一看,原来是学生妹又鬼死神差地跟了过来 坐在男主的旁边,正当警员想要过去赶走爱死的两人时 一群高中生走得过来,并立刻围堵住了垃圾桶 警长一看感觉不对,立刻命了一用而上 但学生妹女主却觉得这一定是吊虎离山之境 前下应该还在垃圾桶里,只是被高中生们用报纸盖住了 两人向前一看,果然如女主所说 就在女主提出皮箱炫耀之境,真的绑匪出现了 他拼命抢夺箱子,惊动了另外一头的警察 警长立刻带人回头 绑匪狗急跳墙,打倒了男主,用刀子架住女主的脖子 就在男主运倒之前,拼命盯着绑匪的眼睛 绑匪恍惚剑,居然慢慢放开了女主 就在这时,一位警员毫不忧郁地开枪 绑匪运生倒地影 可让警长崩溃的是,绑匪虽然肩膀重大 却因为得了严重的肝病,导致昏迷不醒 线索就这么断了,被绑架的女孩依旧踪迹不明 另外一遍,男主在院中醒来 医生发现,男主的头骨居然没有完全闭合 这也许就是男主拥有超能力的原因 警察先到时候男主进了医院,却忘记结账 丢了钱包的男主,十分尴尬 好在女主出面付了钱 走出医院,男主才发现 女主居然一路跟着自己回到了家 他对男主的超能力十分好奇 表示自己也是至上180的学霸 他想要研究男主的超能力 男主本就顾屁,不善言辞 遇上女主的杀娇耍赖,毫无办法只能被迫收留对方 而此时,一位白大褂引进术正在头疼 绑匪无法招供 他命令手下将此事上报给国家安全局 看来这位被绑架的女孩不是简单的角色 第二天一早,当男主从恶门中醒来 却发现沙发上空无一人 本以为是自己的一场恶梦 可才做起来,女主又出现在眼前 男主郁闷至极 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女主都有办法跟随他左右 眼看男主从家里到学校的图书馆 一路上冷言少语 女主提议邀请男主吃午餐 可是来到高档酒店,点了龙虾大餐后 女主竟然表示自己没钱 这让男主崩溃自己 但女主却表示,经过自己的研究 男主的超能力除了读心术 应该还能控制他人的思想 这在绑匪莫名放开自觉的时候 就是一个最合证明 这时,一位服务员走过来询问男主 等的人什么时候到 男主有些莫名其妙的回答 自己没有等了 当服务员离开时 女主带男主尝试读取服务员的思想 因为钱不够负账 男主只能和女主同流合污 从几个服务员的思想中 男主读取到了酒店老板的儿子 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子弟 经常带着不一样的女伴来酒店吃霸王餐 想要淘蛋只能改变酒店经历的思想 让他以为男主就是少东家 虽然男主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摸摸口袋的男主只能努力的尝试 然后两人还是因为没钱被留下来打扫厨房底站 只是临走时 经理严肃地教训了一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然后就递给男主一封信 让两人离开 看着两人走远 经理立刻狗腿地打电话报告老板 自己今天让少东家打扫厨房体验生活 但还是给了一些报酬 另外一边的两人却垂头上去 来到地铁站 女主好奇经理给的信号里面究竟会是什么 于是一把抢了过来 但两人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50万行元 要知道他们吃的大餐也不过30万行元 男主百事不得其解 但女主十分潇爽 他表示既然有钱了 就一定要去游乐园玩一趟 男主本不想搭理 耐不住女主的无奈纠缠 两人终于来到了游乐场 一开始十分开心的女主 却因为看见被关在轮子里的动物 莫名地难过起来 看见女主突然跑走 男主也跟了上去 但女主表示 动物失去自流很可怜时 男主却觉得 在动物园里面有吃的有喝的 也不是为一种保护动的方法 却没有想到 惹得女主愤怒离开 男主觉得莫名其妙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女主 又开始考验男主的超能力 女主表示 若是男主可以读到别人的想法 那么应该也能读取他人的记忆 他让男主搜寻一下 四周是否有人有攀岩的经历 在女主的威逼利物之下 男主开始发功了 当他找到第一个目标时 女主立刻上前寻望 可对方却表示自己有恐高症 但女主气呼呼的回头 男主却对身边的女友说 自己之前经历过一次 高空插玻璃后就换上了恐高 看来男主并不算错了 可女主却责怪男主没有用心 让他继续 结果第二个居然是个俄国人 女主听不懂俄语 只能回来找男主杀气 就在这时 男主读取到了附近 有一个大一个的意识 他发现这人竟然是绑匪 女主立刻拉着男主跟上 可怒怒的男主想要报警 但女主却提醒男主 若是报警 又怎么告诉警察 自己发现绑匪的方法呢 想到这里男主只能 一直脱皮和女主一同跟踪 才跟到绑匪的小木屋外 两人又因为要不要报警 正中了起来 却没有发现 院子里的绑匪盗帮男 招惊发现了两人 结果人没有救城 还被绑了起来 女主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让男主搜寻一下 受害者是否在屋里 男主坐了下眉头 立刻感应到了女孩 正在奥罗的房子里 安详地睡着 可奇怪的是 他无法读取女孩的想法 正如身边的女主一般 这是一辆车子死路院子 又一个绑匪出现了 只是这回的绑匪 居然是昨天在公园里 开枪的警察 女主忍不住叫出色 可男主 此时已经感应到 警察和绑匪是一伙的 警察询问男主 是怎么找上门的 没想到女主立刻抢答 表示是警察大叔告诉自己的 否则 这么隐秘的地方 怎么可能凭空找上门 听到这同伴坐不住了 警察赶忙解释 不要听现外人的离间之词 可女主却说的头头是道 表示警察安排他们到垃圾桶附近 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出现 还说事成之后 会封给他们10% 大一哥果然信了 警察当然不会承认 女主继续调步说道 早知道你们会开枪伤了 说啥也不干了 没想到这句话 彻底说服的大一哥 他推测出 警察是故意让行动失败 好让引进哥他们 对警察失去信心 选择谈判 警察本还想狡辩 但男主让他拿出枪来检查 若是没有开枪的话 警察的枪里面应该是装满子弹 毕竟时隔一天又没有新的任务 警察不可能重新领取弹药 眼看无法隐瞒 警察居然一枪打死了大一哥 并威胁道巴哥不要自不量力 道巴哥表示 只要能够拿到钱 别的都好商量 看见道巴哥如此失去 警察让道巴哥过来解决掉 爱死了男女主 道巴哥起身来到警察的身边 突然与警察扭打了起来 虽然道巴哥人狠话不多 但扛不住警察有枪 可怜的道巴哥终究还是倒下了 解决了道巴哥 警察转身就是一枪 男主一看以为是女主中枪了 瞬间转头恶狠狠的瞪着警察 连瞳孔都变色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警察控制不住 将枪口对走这的脑袋 并扣响了半句 当警察倒地时 男主这才发现身边根本没有女主 他拿出口袋里面 白天在娱乐场拍摄的照片 竟然也只有自己 就在他疑惑不已时 突然像是被什么召唤一般 走上了二楼进入到房间 令人震惊的是 躺在二楼房间的女孩 居然和女主长得一模一样 这回他终于能够读到女主的思想了 原来女主一直被关在实验室里 作为研究对象 她的超能力类似于灵魂出窍 而负责研究女主的正式引进歌 女主在神游时 遇上了头上有十字亮光的男主 他将这些都用画笔记录了下篮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实验室的助理想要绑架自己 于是他又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在人群中求救 神奇的是 自己的求救声被男主听见了 男主甚至用自己的超能力将女主实体化 只是除了男主没有人能够看到他 即使看见 也是通过男主改变他人的想法 当男主夺完女主的心事时 女主终于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看见坐在床边的男主 女主觉得不可适应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好再来人提前离开 实验室的人最赖也不过扑了构空 当他们再次来到了画长 女主感觉 男主就像上天派来解救自己的天使一般 他终于可以实实在照的在城市中行走 两人又来到了酒店餐厅吃龙虾大餐 实验室的人居然追得过难 好在男主改变了对方的想法 让他们根本认不出女主 只要跟在男主的身边 女主再也不用担心回到实验室当小白水的生活了 影片的最后 酒店老板的儿子又来到酒店 先摆胖溜被老板抓了个阵着 看来这回是不能变成少东家逃当了 但女主却十分想要体验被大家当成明星的感觉 木论的男主虽然表面同意了 但有一位俏皮可爱的女票估计她这辈子都要被吃得死死的 很有爱的一部超能力爱情片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山林是不是很残冷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